民進黨的問題就變成賴清德的問題 看起來蔡英文掛了嘛 民進黨有多髒 有多爛 多少黑金 多少黑道 這一次選舉有很多 跟綠有關的民調公司成立 就是為了 在風下 沒有 就是為了大選跟立委 政權末期 雖然可能會繼續 掏空 掏空 就是政權末期的時候 很多案子會釋放出來 偷錢 對 當然嘛 兩個一定要幹的嘛 侯友宜跟現在要解決這問題嘛 侯友宜跟朱立倫兩個要解決嘛 他們因為朱立倫一定想選啊 朱立倫他剛剛贏啊 對不對 我還聽說昨天他還想要大進場的 我們過兩天就看好戲上場好不好 然後就看我們戴利安做的總統民調就開始了 台灣就開始 原來只有我們一家做總統民調 我跟你講三個月之後 有一百家會做總統民調 台灣民調公司厲害的很 只要有 一窩蜂都跑來了 然後關鍵時候跑光光 其實這一次選舉有很多 跟律有關的民調公司成立 就是為了 在風下 沒有 就是為了大選跟立委 小選段 對 他們要提早作業 要去爭取啊 爭取提名也好 或那個黨內出選也好 就為什麼取巧作業什麼意思 沒有 就變成因為有很多 包含大選還有總統還有立委啊 對 他們要提早作業啊 要去爭取啊 爭取提名也好 或那個黨內出選也好 我知道 但是成立民調公司幹嘛 要去接案子啊 因為都是自己人啊 很多派系要去 開始要進場 我們也沒有去接那種案子啊 我們沒有 可是就是 綠的很多民調公司去成立 綠的很多的民調公司都可以標定 是哪一個派系的民調公司 這個可以 周一寇可以去做啊 周一寇十八方啊 周一寇快點來啊 對 周一寇快點去成立 成立民調公司去接案子啊 而且特別是政權末期 對 雖然可能會繼續 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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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權末期的時候啊 很多案子會釋放出來 每一次都是一樣 因為這次都是做縣市長的 所以都是單一縣市的 但是就是說如果要做比較長期的觀察 就是我們從每個月的國政民調 一直都有 對 那那個就會比較看的 比較明顯的一個連動 因為每一個縣市的部分 大概會受到縣市長選舉的選情的變動 比方說像我們這次做桃園 那一直到選前做出來 桃園的樣本上都還是綠大於藍 那是因為政文太執政也好 其他執政縣市也會類似的情況 比方做台中 台中的樣本結構就會藍大於綠很明顯 所以他必須在這部分 在做選舉推估得票推估的時候 就必須要做另外考量 那連動部分我想一定會有 因為板塊不會是不會變動的 他會因為這個候選人的這個 縣市長候選人變更之後 他在整個全國的盤就會開始做一些變動 講萬安立委補選國民黨黨如果布局 國民黨黨這個就是 昨天這個黃尔漢講的吧 這個因為這個國民黨可能就是 比較最強棒是王洪威嘛 但王洪威剛當選就不好弄嘛 他還有一個什麼王浩是不是 反正國民黨一堆人啊你知道吧 都不會當選 然後民進黨這邊呢 就好像是那個 吳英農跟這個卵昭雄 小熊嘛 原來謝堂亭的人 吳英農跟卵昭雄 這兩個其實都很強 這兩個都會當選 所以我看起來來講的話 國民黨不會當選 國民黨應該會落選了 黃美會 黃美會應該會當選 黃美會超強的 黃美會選舉 什麼一刀用 好下一題 好 第16題 吳董下一步如何鞭策民進黨 民眾黨的下一步又該如何走 民進黨很簡單啊 民進黨的問題 就會變成賴清德的問題 如果賴清德出現 因為看起來蔡英文掛了嘛 蔡英文掛的情況之下 永賴的力量就會醒來嘛 永賴的力量 不管是什麼樣的程序過程 搞東搞西搞東搞西 搞到最後就是賴清德變成定一尊嘛 就變成賴一尊嘛 賴清德會變成民進黨的實質領導人 不管用主席或總統候選人 或是行政院長 那都不重要 反正他就會民進黨的老大賴清德 就是這樣 那我過去長期也是支持賴清德嘛 對不對 那我會建議賴清德做一件事情 賴清德如果要看到這一次選舉的結果 就知道你民進黨有多髒 有多爛 多少黑金 多少黑道 然後蔡英文幹多少壞事 對不對 然後柯建民貪污 那邊爛人一大堆 那這些人貪污 貪到抓不到 然後司法官 你看看我們做的這個調查 這個司法 我們台灣民眾對司法不滿意度第一名嘛 對不對 司法還有對 第二個是什麼 貪污 貪污弊 第一名是司法 改革 改革 不是司法改革 我們對司法 不信任 不滿意 不滿意度第一名 百分之五十七的民眾 不相信司法台灣 就是蔡英文幹的爛事情 第二個就是貪污舞弊 是第二名五十四八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他媽的那個什麼 金水 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三項 三項那媽要害 三大要害害 害死台灣人 然後民進黨 視若無睹 根本把它當成空氣 而且吳總那是九月調查 後來發生警戒啦 或者招待什麼 那更壞 那更壞 那比貪污更壞 那警察風氣的問題 還有開槍的問題 所有 這完全比當年的那黑金的民進 國民黨更爛 然後這個民進黨 現在要讓蔡英文 要讓賴清德接著話 賴清德要先改革 賴清德一定要先把民進黨 內的這些毒蟲 這些蟲 砍光光以後 他才夠資格 他先自清 他賴清德如果不能夠 把民進黨內的這些壞分子幹掉 他要出來選總統的話 他媽的老子也不給他選 我要幹他 就這麼簡單嘛 因為你民進黨 現在是一個國家的 你是殘害國家的機器 你是在那邊 就故意在那邊 你是在那邊找台灣人麻煩的 你是陷害我們台灣人的一個政黨 是個黑社會黑幫 那你這種黑幫 你賴清德即使當了幫主以後 你是另外一個黑社會頭 我怎麼支持你選總統 賴清德如果下一代的領袖出來的話 一定要自己自清 如果不承認說民進黨現在是個爛黨 是個黑社會的話 那這種領袖我們就唾棄他 我們就幹他 對不對不要怕他 然後民眾黨下一步怎麼走 民眾黨很喜歡一件事 民眾黨只有屋子家當黨主席 對不對 我的媽的跟你講都在砍 在殺 溫良公典讓收起來 對不對 全部黨內四個媽的什麼 四個立議員對不對 變成議會小辣椒 他媽的把你 我老子 民眾黨不答應 臺北市議會就停頓 就那麼簡單 跟你就跟你翻臉 到處翻臉 滿地風火燒到 然後到處去爆料 爆料到了嗎 每天被告 然後你的民眾黨就變大了嗎 就那麼簡單 主持正義的民眾黨 對不對 民眾黨很容易幹起來了 但是給柯文就幹不起來 黃珊珊有33萬票 能夠證明台北已經有第三勢力了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根本是笑話 根本是個笑話 這個黃珊珊這個票 我不願意去解構他啦 反正這個票基本上 我講坦白了好不好 黃珊珊為什麼有這個票 大家知不知道問題 黃珊珊有這個票 不是柯P的票 不是黃珊珊的票 大家都搞錯啦 對藍綠都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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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蔣萬安太鬧了嘛 蔣萬安一直到 董事長開獎見面會的那一天開始 才開始站起來嘛 開始開始談疫苗 開始打仗嘛 在之前的蔣萬安 都是溫良工錢讓嘛 被打嘛 都沒有還手嘛 對不對 蔣萬安一直到了 參加了美麗島的 我們的董事長開獎 以後的見面會 開始突然間 來電 奮發圖牆 大殺 大開殺戒 但是那個之前 已經有人對他的印象 覺得他很溫 他很女性化嘛 所以有些人覺得黃珊珊有魄力 有人力去支持黃珊珊 黃珊珊的票是來自於 就是蔣萬安的反面票嘛 就是這個東西嘛 那如果蔣萬安今天 當了市長以後 再強悍起來 這個票就不見了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